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10月11日 聆听宝林牧师的披码门回课程 使我深切了解过去五年 我在经营Promoma Holy Church所犯下严重的罪恶 1.引进P的信徒外衣的魔鬼 单汉教会的长老及执行长 17.欺上满下,盗用教会装修款 初步估计教会损失在50万美元以上 这完全辜负了捐款人对教会的信任与支持 身为教会的负责人,我负有管理失职失察的重大责任 2.我没有为教会找到苏林的前进方向 3.上任教会自由发展,碰到疫情述所无测 使教会陷入停顿状态 一心只知修教堂,而不知如何管理教会 过去五年虽然每天都在心情阅读圣经 而误入恩典福音的提徒,而不自知不明白见识祷告 也不知认罪悔改 直到近日,明星保领牧师匹马蒙回课程 2.有如醍醐灌灌,方知过去在传播福音上所犯下的重大错误 3.过去五年疏于沟通,经营教会得不到家人财务上的支持 又疏于对配偶的照顾,使配偶郁郁寡欢,而罗患糖光癌,又得确诊 有如雪上加霜,我最近提点发现自己摄护线,PSA指数偏高 需去TTT of Hope做MRI,十分担心自己身体的状况 目前教会财务陷入困境,每月开销约1.5万 由我一个艺人之称并非长久至今 目前我已找到买家有意义 5百万购买教会产权,并同意教会能可租用以唐座传播福音之用 买家在北京三三来词,交易是有魔鬼在其中组 妨碍教会未来的发展 另外某律师在5年前向我借款60万,至今少未返还 近日他表示可能分两期返还,交易及还款如能顺利成功 教会将有足够的资金做为传播福音之用 我会优先考虑对PMA盟会教会的支持 5.从2022年10月1号开始,我已恢复我个人律师容 只做有关教会的案件,所得将用于支持教会的发展 发挥自己的专业,作为我认罪悔改的具体力者 黄律师敬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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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